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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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Rendy Rendy姓何 Rendy今天上来和大家聊聊聊天 多谢你先Rendy 不要客气 多谢你邀请我 今天我之前和你谈过 有些事想和你谈讨 第一件事想问 我现在是一间工厂裏 而这间工厂是做一些电器设备 小家电 但我知道你本身是柔弱的女士 为何你会去厂裏做 你被我的外表欺骗了 为何呢 其实也有家庭背景 也算是家庭的一份生意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间工厂只不过是其中一间 一直都没有太多人打理 因为都是以一个合作的认识去做 其实交给其他的合作 去经营 所以我们这边一直都没有正式插手打理 但其实有一个现象 因为这间工厂都成立了20年 所以管理层都比较上是年纪都老化了 所以希望有些新的元素 新的思维 新的思维 这样进去 以这个出发点去做 其实 我知道你不职业一段时间 又不是很长 你本身读的科目 应该和工程和电子是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你读什么 其实我是科学科的 哇 读心理学 对 可引下人能帮到工作 会られ助很多 collateral 因为我们为学校去出来活动 有时会有私底 师妹 tin 都會問我們 究竟你讀的科有甚麼好 或是你提議讀甚麼科 其實我不是讀這科就想讚他 但其實我覺得挺推薦 為甚麼呢 有兩個點 其實 Psychology 就是 Science 那邊的 Faculty 其實我們讀書時的訓練 其實已經是很科學的訓練 你那時是讀哪間大學 University of Sydney 我不是知道的就知道 所以其實 Psychology 是可以訓練了一些很理解 很分析性的技巧 之餘始終都是對人的 即是說我們將一些很理性 很analytical的東西 其實不是放在動物上 或是放在動物上 而是對人那方面 所以亦都在 因為大家做business也好 或是任何工作的環境 其實最主要都是對人 明白 是的 但有一個問題想問 澳洲雪尼大學讀 是一個澳洲的大學 你學的跟business不完全有關係 你現在管理是一些中國文化的工廠員工 其實會不會是相差很遠的 很大的分別 即是跟讀書的那套外國式管理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是放在中國大陸 或是放在中國大陸的工廠裏面 其實是要fine tune的 即是不可以直接把那些東西 就照吐進來 其實是不行的 明白 所以變成其實 即是預先都已經有這個mindset 就是要自己去調整 因為為什麼其實 即是我們讀 psychology 就比較訓練 就是盡量去理解別人去想什麼 或者理解別人的出發點 就不是硬把一些東西 硬套的 其實就是很基於每一個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情況 而去提供一些東西 即是以人為本 也挺適合同學的 是的 所以變成其實入了廠之後 當然有一段時間去摸索 但變成其實 起碼一開始的mindset 就不會說是硬要將一些外來 或者外國的東西套進去 因為這樣一定是有麻煩的 明白 即是你其實很明白到 一些no-co-culture的重要性 是的 但會是你是中國人最容易處理的 可能是 因為 我是外國長大的 即是澳洲長大的 但是 因為我可能少接觸中國文化 所以我小時候比較喜歡 看一些歸中國文化的東西 是的 所以你的話題應該跟中國的同事多些 可能是詩詞歌婦 你知道現在在大陸做生意 或者在管理人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那些半咸淡港式的普通話可以 是的 但現在的年代 你說普通話就算很流利 都差點東西 你一定要了解他的文情 他的政治 可能他的詩詞歌婦 歷史 你這些會幫到嗎 會幫到一些 你說背首詩 我未必一定會得到 雖然我小時候也很有興趣看這些 是 但是 會幫到一些 因為起碼先了解他們的文化 變成說話 是 還有 盡量我們說話 譬如我們有些香港同事 去國內 都是說一些不鹹不淡的 普通話 或者是很喜歡 因為其實國內很多同事 特別我們香港廠 其實他們都 做了20年 他們懂得聽廣東話 很多香港同事 就跟他們直接說廣東話 但是我會選擇 都是跟他們說國語 如果是國語的同事 一來大家尊重 二來大家嘗試 用他的語言來溝通 還有 你知道 國內有時 有些文法 可能同一件事 你有不同的說法 我一去到大陸 我就要調整他那個 那些詞語都不同 是的 他的用詞 雖然他都聽慣我們香港人說話 其實我就算用一些 港式的說話 其實他都明白的 是的 但是盡量 都會用一些 中國人聽得明白的說話方法 始終都很不同 是的 因為我做很多 寫法都很不同 是的 是的 說話 說話 寫法 是很不同的 所以 就會這樣去相處 其實在 聽著 看著這個節目 很多都是年輕人 其實我現在都發現 我都有問一些不同的年輕人 願不願意回大陸去工作 但是 很奇怪 我也有時會 跟同學聊天 或者去面對大學的學生 入學的時候 都會問 我自己都覺得奇怪 在今時今日 其實中國 跟香港的關係 聯繫得這麼密集 而且我們也知道 沒有中國 我們很多事情做不到 也可能生存不到 但是仍然會有 不少的香港 學生會說 說 我不願意回大陸去工作 從香港的角度去看 我問他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覺得 大陸遠 大陸落後 大陸的人麻煩 不明白大陸危險 你 其實 我先說 你比較柔弱一點 看上去 可能你外表騙了我 是 以你的角度去看 加上你從澳洲回來 你都願意回大陸 其實你對於這班 年輕人 其實你有什麼 忠告或者意見 可以給他們 其實我覺得 大陸或者國內 和香港的關係 只會越來越密切 其實 如果想在自己的 職業中 很有決定 去發展自己的職業的時候 其實我想是 上大陸工作 或者接觸一些 國內的人 同事 其實是必然的事情 是 只不過是說 一開始不習慣的時候 就當你一個是工作上挑戰的一部分 嗯 譬如說 女生的 可能會擔心一些安全的 大家都可能會想到的 但是這些就 其實國內現在的治安 是越來越增加的 會提升了 所以 可能視乎環境 其實我相信 公司也會作出一些 相應的安全性的安排 所以反而這一點 我就 不是太擔心 但是心理質素 譬如 可能聽的觀眾都會覺得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可能有些 學歷高一點 學歷低一點 都不是一個問題 最重要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回大陸工作呢 就是 好像降低了自己的感覺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 很 Stereotype 就是很 很傳統的想法 但是其實 因為 可能這些是出於不了解 其實大家都說 國內的同事或企業 會不會質素低一點呢 你去到大陸 會不會等於 可能是 降低了自己 其實不會的 因為現在 國內的 新少少 年輕的同事 可能在學歷方面 甚至乎在他的 技術方面 可能是 給香港人 或者是 跟香港人 是 平等的 和平等的 或者是更加 比香港人 都不出擊 因為其實國內人 有一個好處 就是 真正有 鬥心的人 是很 勤力的 就是很有 鬥心去 爭取 無論是學歷上的提升 或者是自己職業上 或者是自己各方面的 能力上的提升 其實這些 都是 叫做 就是 嘗試多些了解 他們現在 已經轉變成 怎樣 這個好聽 我想 互相了解 首先是 所有事情的第一步 就是 有些人覺得 國內 仍是有這樣的 次一等的 誤會的時候 可能會出於誤解 很多都是 同意 我相信 如果有些人說 我那件事不好吃 但他沒有吃過 他就說不好吃 這個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這個很同意 是的 至少你也試一口 是的 不喜歡吃 你有權可以不吃 你可以說不喜歡吃 但我想試一口 至少給一個 公平一點的 評論 這個我很同意 我又想跟你分享 譬如 學生有中國來的 其實他們很爭取 永遠在堂上問得最多的是他們 坐得最前也是他們 答得最多的是他們 躺後 留在那裡 不走都是他們 電郵最好 那班都是他們 這是第一 沒有理會 讀得好不好 但最重要的是 心理質素 是 其實想拿一些東西 那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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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的決心是很大的 第二就是 我服用很多家人 其實都是一些香港 或者中國的企業 我發現 裡面有很多不少的中國員工 和香港員工 我發現中國員工的很大的特點是什麼 他們很想學很多東西 是的 他們都會尊重你外來的東西 對香港員工 有些時候 就說得不好聽 吃老闆 即是覺得現成的 有些工作 但其實有很多 沒有標準 令到 他尊重別人的 沒有辦法去用 所以 其實又回到一個問題 去問 你管那麼多的員工的時候 你廠一定不少人 即是一千幾百人 一定有 那一個員工的背景 可能的學歷 甚至在中國來說 那個流失量很大 你怎樣去管理 因為這個管理比較難 特別是管廠 我想知道你的心得 例如你 你的性格 或者你的知識 他怎樣幫你 那 性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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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個人 比較上是兩極少少的 可以說 很多可能是 人事上的事 例如相處方面 我是隨和的 是的 但是一去到一些管理方面的環境 或者決定性的事情 其實我是挺 所以 跟同事相處 相處了那麼久 他們也 或者跟一些 可能我們的管理 主要是對於一些 國內的管理層 各個部門的主管 或者經理層 他們跟我相處的時候 都知道 可能大家有事的 就拿出來 即是問題解決 就拿出來 大家可以直接 直接 對 直接可以去 對 或者一些 叫做 平時的相處方式 都是比較 溫和 明白 但是問題是 如果是 有一些 譬如我們想要 推的政策 或者是有一些 一些 是我們 很堅持的事情 他知道 我一定是很堅持 所以 譬如說 當一些 可能一些 目標 要他們去做的時候 他起碼知道 原來我是一個 要你做到這件事的人 但當然 如果當中 你有問題 可以找我商量 大家去搞 明白 還有 有一件事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 作為一個管理者 其實管理者 是一個服務者 我覺得 其實 不要說我是在管理這班人 有時候可能 做一個項目 你出了什麼事 你們自己解決 或者怎樣 其實我們經常覺得 我們做管理者 其實最大的工作 是服務他們 當他們有問題的時候 要解決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要插手 幫他們想 幫他們解決 否則 因為他們的程度 他們解決到的事情 他們都會解決到 當他們有問題 可以找到你的時候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的責任主 是服務他們 這是我的心思 讀書的時候 一定有你的理論 其實是最高級的 管理層是服務 中層、中層服務 低層、低層服務前線 真正做到的人不多 相信你說出來 那一種感覺 是真的可以做到的管理者 但你有一個問題去看 例如剛才你說 你用的方法 是一些比較推動性質的方法 以及尊重人 其實你本身也是80後 你也是管理80後、90後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方法比較有效 你覺得 用這個方法比較有效 例如怎樣用推動 因為很多時候 一些傳統的管理 就是給他一個結尾 給他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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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可以跟你談 總之潮流的方向更好 但你的方法 比較著重 普遍是對於 大家同事是一個人 其次就是 大家有一個方向去做 但很多時候 就是你有問題不要緊 總之你先做 你做不到的 你跟我說 我會再給你項目 這種方法 你覺得是否管理80後 和90後比較有效 無論在中國和香港 就是你的經驗 我覺得是有效的 但是要針對個別再調整 因為如果 就是單純這個方法 你普遍來說 我都覺得是有效的 但是我覺得 也對於某一些人來說 可能每一班不同的人 你要再調整 明白 可能有些 某一些同事 你要再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你真的要提供更多的 截圈 或是怎樣 這個就是 不同的部門 或不同的同事 大方向會這樣做 是的 大方向會這樣做 就是要一個這樣的架構 然後中間再調整 究竟是 這個同事應該是 再冷靜一點 還是這個同事放鬆一點 明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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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行業 有些行業 有些行業 可能是一些很適合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其實沒有一個理論 是完全適合到所有人 即是說 你不可以 一個管理方法 或一件事 可以全都使用 你公司的每一個同事 或是每一個部門 所以變成 Size Code會教我們這件事 即每件事都是 因乎環境 因乎人去改變 所以如果要 要有效些去做一件事 我覺得應該是 即自己也有一個架構 但就不可以 只是一個架構 全都使用 可能就是這樣 即是很穩定 是 一定要有些穩定性 在中間 去適合環境 去適合人 去改 去調整 現在其實很多年輕人 都會覺得 機會比以前少了很多 即使我剛才錄影前 我坐的士來 的士叔叔 他說他70多歲 他已經不用怎麼做 他有兩層樓 每一層樓都隔一千萬 的士牌有兩個 他說回當年他很努力 就會有回報 現在的年輕人 我很努力 當然機會多了 但是那個 競爭又大了很多 心態上很多時候 就會覺得 方向很模糊 而且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因為努力也不代表有回報 其實 我知道你做廠 也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你客戶也不是那麼容易削 在廠的環境 一定有競爭 努力也不一定有回報 但努力多數會沒有回報 你怎樣去遊童在座 鏡頭前的觀眾去說一說 你這個心得去給他們一些分享 因為 剛剛你也說過 我們做廠或做生意 有時候努力了 未必一門生意是賺錢的 但是我的心得是 起碼你努力過 變成了你那個 成功的機會 或者你做到你想做的那一步 你是你努力過的時候 付出了你要做的事情 即是你最大的努力放進去 結果其實也不是我們那麼容易控制到的 無論是做事或做生意都是 但只要你放了最大的努力下去的時候 起碼就是對得起自己 你覺得以前的人做事 說不用做就有回報 到我要那麼辛苦 有沒有搞錯 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不覺得以前的人 不用做就有回報 其實我從來都不是覺得 因為 你知最近很多探討80後的問題 我都有時自己想想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很幸福的一代 因為我們是有很好的教育 也都是衣食住行各方面 也都是不用捱餓 也都不用捱 但是其實我們的上一代 其實全部都是經過一些比較窮困的時間 其實他們現在所得到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捱回來的 無論是用勞力也好 用時間也好 甚至乎他們還要照顧他們的家 父母和照顧子女的時候 都是由一個人或兩個人支撐整個家庭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上一代 他們付出的努力 暫時來說是比我們現在這一代更加多 其實他們所有的成就也好 其實都是靠他們的辛苦捱回來的 這個我同意 剛才的士的那位叔叔也有說 我跟他說你這麼多錢就不用了 他第一件事就說 其實我這麼多年 我多捱得辛苦 吃又不捨得吃 穿又不捨得穿 而只剩下這件事 現在年輕人很多時候怎樣 我又要去有錢卡拉OK 又要去巴林的生活 又要去旅行 又喜歡不做事就不做事 但有一個好的職業 有一個好的收入 其實我很同意你的說法 競爭大了其實幾乎多了 不過人的需求的 或者有時候沒有聽過的貪戀 要求的更加多 自然你就很難平衡 以前幾乎不是 只是貢獻給我工作 下一代照顧家庭就算了 這個很同意 還有我覺得 可能這一代 可能資訊發達了 生活好了 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說 我和那個慾望都大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保持心態之足 很重要 我覺得你賺多少錢 不要緊 但如果你覺得自己賺的 都不夠 或者還是什麼 可能和有人有比較 其實這樣只會是一個惡性循環 是的 可能你現在得到的東西 基本上已經遠超越過上一代 但自己還是未知道 因為比較周圍的人 是的 因為大家都在比較 還有可能自己那個 還是想再向高一點的物質方面 或者是什麼去拿的時候 是 結果會更加不平衡 因為你越想得到一些東西 你本身的一些時間沒有了 就會令到那些東西很不平衡 到最後整個人更加不開心 是的 不過綜合了很多次 都見到不同的嘉賓 包括你 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 不同的嘉賓 雖然背景很不同 有些學歷高一點 有些學歷低一點 練之長一點 練之短一點 性格強一點 性格弱一點 但中學有一樣東西很特別 就是 學習方面 即當年的大學 或者中學 有一個啟動給他 但不是斷定到日後所做的事 結果 而反而是個人的性格 價值觀 或者家庭的背景 各方面的東西 才會影響到他最後 即現在做的事情 性質和效益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想再問一個最後的問題 你本身 正在做工廠的高級行政人員 其實你覺得一個人做的事 是否一定是他最喜歡做的 還是 如果不喜歡做的事 就應該退休 你的看法應該如何 其實我覺得工作 工作來說 我也是傾向你做那份工作 你起碼有一個程度的喜歡 是 你一定有一個程度的喜歡 有某個程度的投入 明白 對 因為這份工作 是你每日送最多時間的工作 即是說 如果你是很討厭他的 或者是很不喜歡他的話 其實你很難去 去投入你的精神 或者你的努力 下去這份工作 是的 即是你奉勸大家 應該要找一些自己有興趣 或者起碼都沒有討厭的事情 是的 起碼不要討厭 或者自己有興趣 或者是 其實 最重要我覺得 反而不是說 找一份自己喜歡的性質的工作 而是不要討厭工作 是的 因為可能有一些人 根本上就是 不是任何行業 他們不喜歡 而是有些人可能是 不喜歡工作這件事 是的 也會 所以我說 千萬不要討厭工作 你只要做得這份工作 你就投入了下去 其實自己也要 有努力下去 其實你提議大家 先著重過程 你是不是一定會成功 我覺得是 是一個 估計不到 或者是一個優惠的東西 最重要的心態 是怎樣去看 好的 今天也很感謝你 因為 你的看法很不同 第一件事就是 你本身是管一個廠 不是一個領袖 或者一個服務業 以及你的背景 會帶出一些很不同的思維 包括你在澳洲 或者你讀的服務 我也非常感謝你 我遲些可能會再邀請你 再做別的跟觀眾的分享 好 我也再一次感謝你 好 謝謝你邀請我 我們跟各位觀眾說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謝謝你 謝謝你們 我看見她 感謝你們 前面 謝謝你 謝謝 правильно 快啊 好 差不多 為各位 Corey 我們 tin 員 誰